创造101,Sony,杨云晴能够出道吗?粉丝质疑票数又差。 创造101Sony,杨云晴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,而Sony,杨云晴的实力也不差,但是她目前的排名却在12名之外。 Sony,杨云晴还能出道吗? 由于节目接近尾声,创造101官方经常会将排名公开,然而Sony,杨云晴的排名依旧还是15名左右,粉丝经常会声讨,但也无济于事。 创造101Sony,杨云晴能够出道吗?粉丝质疑票数又差。 Sony,杨云晴在第一期播出之后,不少网友都选择pick她,但是,几乎任何一位PLMM都逃不过被K的命运。 Sony,杨云晴也不例外。 Sony,杨云晴的路透照曝光,因为大大咧咧,被人拍到挖鼻孔,跳到别的PLMM身上等等举动,于是就开启了全网黑的节奏。 甚至有的黑粉直接送了一T恤,上面倒着印着,我是畜生。 这四个字,而Sony,杨云晴以为是粉丝送的,就穿出去了。 这种行为其实已经是对Sony,杨云晴的人格侮辱。 Sony,杨云晴在节目中的镜头对比前两期,明显就少了很多,唯有就是表演的时候有一两个镜头,Sony,杨云晴真的借不如人马。 创造101Sony,杨云晴能够出道吗?粉丝质疑票数有差。 当然不,无论是现场还是粉拍,Sony,杨云晴的歌唱能力都挺稳的。 没有车磊,没有车磊现场。Sony,杨云晴的台风也不差。 从第一期开始,Sony,杨云晴展现出来的就是魅力四射。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Sony,杨云晴智的有声地说,化妆!骑摩托!摘星星!嗨起来! Sony,杨云晴一举一动就是那么的夺人眼球,而大家在第一印象中就留下了那个绿衣服的小姐姐的印象。 Sony,杨云晴本身就是派国人,去到台湾开启自己一人之路。 或许在前些年,中性风格还是很吃香,但是现在,更多人还是喜欢有一头长发颜值极高的小姐姐。 Sony,杨云晴本身,其实有点吃亏。 Sony,杨云晴本来是A、N、D成员之一,有表演经历。 但是Sony,杨云晴一直在节目中说,她不知道她要干嘛。 明明有组合,为什么Sony,杨云晴会不知道要干嘛呢?其实还是跟环境有关系,现在台湾的团体发展空间其实也大不如前。 那个年代还有飞轮海、SHEE、FIR乐队等等团体,然而现在,你要说台湾有什么知名的团体,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Sony,估计是目前台湾唯一一个比较小有名气的团体了。 创造101Sony,杨云晴能够出道吗?粉丝质疑票数有差。 台湾到了后期,更多着重的是影视文化,所以艺人都去演戏,他们唱歌的地方,或许就是片头曲片为曲加上插曲了。 。 或许是想要提升附加值,但其实有点本末倒置。 所以Sony,杨云晴才想着自己能够发光发亮,希望自己能够再创造101表现给大家看,也不希望粉丝们失望。 。 。 那么最后,Sony,杨云晴到底能不能出道?估计是悬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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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